非常好让我看经营 在那里一直都这样 真噁的 只给肉屁的都是髦比 十一月十日 德云社海上嘉年华圆满结束 德云社和古曲摄德演员们 也纷纷发文晒出演出的照片 时隔三年 德云社再次开启游轮专场 也让许多的粉丝们非常的开心 本次游轮专场也跟以往也有了些许的区别 那就是有了古曲社的加入 让演出更加的丰富多彩起来 除此之外 在张赫伦的文案中 也分享了专场过程中的趣事 那就是在演出过程中经历了14级的台风 全传的人有一半的人都吐了 都把主管道弄堵了 就连演出时张九南都站不稳 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自从今年古曲社开始正式演出之后 郭德纲和王慧可以说 一直都在为古曲社的演员们 找合适的演出场地 之前就跟苏州平坦有了合作 但毕竟如今的古曲社演出的名气 不是特别的大 如果单独演出 怕是上座率不会太好 但是再加上德云社相声演员的人气 让大家能接触到古曲 慢慢地喜欢上古曲 是最好的方式 如今古曲社也慢慢地走入了大家的视野 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无论是本次的海上嘉年华 还是之前参加的综艺节目 古曲社的演员也有了一定的人气 特别是在去年的天津相声春晚上 古曲社演员跟月云鹏合作的小曲 让大家耳目一新 走过了三川流水 大海大江啊 看患了灯红酒绿 是太阳亮 发生了什么 我来弄了什么场 穿好看了长江江江 金颜财宝蒙黄亮 到不如无流无虑开心笑一场 愿诸位招财尽宝 喜气饶扬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古曲社也会慢慢地被大家所熟知 也有有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曲 不得不说 郭老师对于传承传统文化 真的是功德无量 相声海外巡演刚结束 就开始了古曲社和相声的邮轮专场 除此之外 郭德纲也发文表示 京剧专场也即将开始 京剧古曲相声 在郭老师的带领下 都在有序地发展 也有网友透露 豆笑社将在本月开机 不知道会不会有 古曲演员的加入 不得不让大家期待